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暮色旗看天边夕阳 恍惚想起你的脸庞 毕竟回想 难免徒增感伤 请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 也未央繁星落眼眶 是一段柔软的光芒 天晴朗好疯狂 若你不在身旁 难上苍穹又怎样 穿过空港将寂寞环洋 光业双肩闭吹了泪光 唯有你是我的天堂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子要是再这么喝下去 可是要把自己喝醉了呀 只怪米罗姑娘这儿的酒 一如既往地好喝 没忍住 便多饮了几杯 今天是上元节 皇帝和太子都要出宫登城楼 难道公子不用忙着布房护卫吗 你看今日这外面多么热闹 所有人都只与别人说笑 却把自己心里识都藏了起来 就连天子今晚也要忘却边关动荡 站在城楼上表演天下太平 那我为何不可在这儿独饮两杯 偷点片刻的清闲 我看公子已经醉了 想必是许久不来我这里 喝不习惯米罗的烈酒了 你不想要 上回来还是和太子妃在一起 是很久没来了 小枫 也的确是有日子没来了 是不是因为宫里的事太多 脱不开身 我现在也不知道她身在何处 太子妃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是生是死谁也不知道 云林郎满城搜索 却连一个女人都找不到 原来公子是为了公事烦心的 这上京城说大不大 想要找的人总会出现 公子要是再喝下去 可真的就要喝醉了 我去为公子煮一些新酒茶过来 不然今天上元节的灯会 可是要天下大乱喽 除了明玉坊 这儿是我在上京城 唯一的落脚点 我去看看她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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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的酒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 今日夸我这儿酒好的人 还挺多 那可不 来你这里的人 都是像我一样懂酒的吧 这样 你要是喜欢啊 我去给你多拿几摊 你带走 云璐 坐下 以后 我不能来你这里了 怎么呢 谁敢不让你来 我要回家 回西州去 所以这次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可是 他们让你走吗 这个 可跟你 偷偷跑出宫来喝酒 可不一样啊 我这次是偷偷跑出来的 没人知道 我只跟你说了啊 你要帮我保守秘密 你 那是一定的 可是 你真的决定就放下这里的一切了 嗯 晓风啊 你要知道 在这个冰冷的上京城里 还是会有人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默默地 在关心着你 牵挂着你的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以后等我回到西州 回到我的世界去 就再也没有上京 没有东宫 没有让我伤心的人了 以前哪 看你吃酒说笑 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已经放下 你心中的忧虑了呢 我以后照样吃酒说笑 因为 我已经找到最重要的人了 放心吧 你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米罗 你到西州 一定先来找我 藏匿在这个上京城里 这一辈子 当一个酒馆的老板 我其实挺知足的 或许 这儿能让我心安 你要回家 不也是寻找这份心安吗 米罗 像你这么洒脱的人 不管在哪里 都会很好的 来 我敬你 敬大家 这儿 金米罗酒寺 好 干杯 公子还是喝杯醒酒茶吧 再这么喝下去 这酒气到明天都散不了 在我们家乡有一种习俗 可以根据公子背下的九字 来占卜出 公子现在心中所想的人 当下如何 这一团九字又有何解 公子现在背下的九字 四下均匀散开 那就说明 公子此时心中所想的人 平安 或许他正做着 自己心中所想的事情 米罗 你没骗过我 幸则有 不幸则无 有时我真想他能离开尚庆 只有离开这里 他大概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罢了 卦上说了 他此刻平安 除了你以外 还有人舍命护他 女儿 护士兵 护士兵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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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太好了 殿下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 瑟瑟穿这身衣服可还合体 好看 请太子殿下为两弟戴上花生 阿渡 小枫 阿渡 花生 尚元节丈夫为妻子簪花 是古往近来的传统 寓意着夫妻恩爱长久 我帮你戴上 我现在穿着男装戴这个多奇怪 我先收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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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皇上和贵妃已经登上城楼了 这贵妃带行皇后之礼 看来立后指日可待了 这话可不能乱说 圣上在城楼上呢 看来立后呢 圣上 真的是圣上 是圣上 圣上和贵妃啊 真是恩责万名哪 好好看啊 门下天通二十六年 方金盛世 国运龙昌 镇纲宿记 敦亲牧族 纯丰化俗 正通人和 平章百姓 结合万邦 至此 上元佳节 当狗金鸿庆 万民同乐 上京神灵祖先 将为苍生祈福 你放开我 李承鄞 你放开我 李承鄞 妖狐 好 哇 我第一次觉得 这烟花这么好看 以前都觉得是喧嚣热闹 觉得为了这一时一刻的闪耀 花了这么多明知明告 实在太过浪费了 但我现在真的突然觉得 原来这人 真的需要片刻的奢命 看这满天绽放的花朵 好像真的可以暂时忘记痛苦 把心底里 哪怕最微小的快乐 都释放出来 沈丰 方姐 四哥你听着 现在若放了他 我让你安然离开 如果敢杀我尽半分 我李承鄞必定将你千刀万剐 让你痛苦而死 言出必行 有如此见 对不起 为什么对不起 我才知道 原来我在上京 就是活在一个骗局里 就是活在一个骗局里 在这个骗局里 我一直 爱着一个骗子 夏武 对不起 我不应该到现在还犹豫不决 舍不得离开这里 那我再问你一次 你现在愿意和我回西州吗 你 你快带我走 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好 回头 太平几千 把我们活到啊 圣上万费 圣上万费啊 圣上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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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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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父皇 儿臣发现太子妃了 儿臣恳求父皇关城门 抓刺客 尚上万岁 今日是上园佳节 这样做会引起老百姓的恐慌 父皇 如果现在不关城门 刺客就会带太子妃逃走 到时候再抓 无异于是大海捞针哪 圣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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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皇 皇上 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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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跟上 快 快 天下 跟我回宫去吗 放手 放手 不要过去 殿下 小姐 殿下 你们几个 跟上 是 快 快 天下 什么呀你 小五 来 小五 救我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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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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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回去 小风 你是谁啊 我是顾小五啊 顾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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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 阿嬤 我要杀了你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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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我還想問你是誰 我是豊朝的五皇子 李承鄞 太子妃 你醒了 太子妃 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太子妃 太子妃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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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是我 我是承鄞 小枫 小枫 我是承鄞 我是承鄞 小枫 小枫 我是承鄞 你走開 你 你怎麼了 我是承鄞啊 小枫 是我呀 我是承鄞啊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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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叫太医 是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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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皇 不必多礼 谢父皇 小枫啊 太医说你受了惊吓 头上只是轻赏 没什么大碍 你放心 谢父皇 小枫啊 你为何突然之间 会在朱雀门出现呢 是刺客带我去的 他为何 要把你带到哪儿啊 那那个刺客的样子 你还记得吗 你们相处了几天 你没见过他的模样 他一直戴着面罩 也不同我讲话 那这些日子 你们都躲在哪里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有的时候在树林 有的时候在一个破庙 我都不认识那些地方 那刺客带着你 躲来躲去 又没有伤害你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小枫 你常常去名誉房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孙二的人 孙二 孙二 不曾听过 好吧 你受苦了 先好好休息 若你想起来什么事情 尤其是刺客的事 即刻告诉朕 谢父皇 小枫知道了 嗯 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啊 我不是执迷不悟 是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你如果真的想清楚了的话 你应该知道 太子妃她不属于你 她是不属于我 她也不属于任何人 她该回西州 过回原来的生活 这世上还有什么属于我 这世上还有什么属于我 连我自己 都不属于我自己 义父 不 顾剑已经做完顾剑该做的事情了 请义父放我走 你说什么 请义父放顾剑走 太子 太子妃所言你觉得怎么样 她受了惊吓 头部又遭了重疮 对一些细节说不清 也是情理之中 况且她完全没必要 为一个刺客说话 上缘登节 人人都知道 朱雀门的守卫 是最尊严的 那刺客 为什么不选择其他城门 非得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呢 这个刺客 当初胆敢闯入名誉坊行刺 我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现如今 她敢闯了朱雀门 无非就是自视武功盖世 一般人挡不住罢了 真是疑点重重啊 如果高于明真的想刺杀明远 其实有千百次的机会 为什么要选择朕在的时候呢 若她真的想刺杀朕 那又为什么 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那父皇您有什么推断 朕也非常疑惑 总之 这个刺客啊 一定不能放过 还必须把她的幕后黑手找出来 是 是 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小时候 我以为这些是我一个人的事 就算再痛苦 就算再逃不过气 也是我该受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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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命啊 就算你我不把他拉进来 丹蚩他一样会亡 小枫还是会陷于王室之中 这不是命运吗 那顾家被满门抄斩 也是天定 也是命运吗 我 义父 我 我曾经以为 我是小枫的英雄 可后来我才发现 我早就成了一个 满口谎言的骗子 成了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凶手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太子妃 喝口粥吧 这碗粥是婢子调了好酒的料谱 太子妃看在永娘的份上 就喝一口吧 太子妃 你看你是先喝这碗甜的莲子粥 还是咸的烧肉粥 我不喝 太子妃 小枝妃 你下去吧 是 我都想起来了 所有的一切 我都想起来了 阿渡你知道对吧 明敌师父 白眼狼王 丹蚩的战火 阿爹的眼泪 阿温的鲜血 还有汪穿冰冷自古的水 所有的尸体 所有的人 阿渡你都清清楚楚的 是的 公主 阿渡 你说话了 你不是嗓子受伤了吗 你原来都在家中 因为阿渡向天上的神明发了毒誓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对我隐瞒真相 你为什么要像其他所有人一样 瞒我 骗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已经把你当作最亲的人 公主 阿渡不能向你提起任何一个字 因为只有这样 阿渡才能在你身边陪着你 保护你 那些往事太过残忍 阿渡不愿意公主 想起那痛苦的一切 那我现在难道就不痛苦了吗 我现在比以前更自责 我每天要活在仇人的身边 我每天要看着自己对他的感情 一点一点陷进去 无法自拔 我现在就不痛苦了 你现在就忍心看着我这样吗 为什么我忘了就要让我想起来 为什么妄传的水都要骗我 还记得小时候 我叫你练剑吗 手要平 眼要准 刺出去的时候 要快 要狠 你找我比剑 可总是输 可是你说 总有一天会赢我的 我记得 可以 要是 对 你 就 有 罚 收 收 就是 好 姐夫 对不起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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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